搞个好玩的啊 这个昨天不是不是这个俄国这个弄的胜利日吗 5月9号哎 反法西斯战争 然后我这胜利了 每年都大肆庆祝 这个呢对他们而言是一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啊 因为呢当时确实不容易 2700万人死亡 得了这个得了这个胜利 而且他这胜利呢还比较货真价实 为什么呢 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军援呢 还有这个两仙作战诸如此的这些东西 这些因素在其中 但是呢毕竟人家钢铁洪流是逆推回去了 而且直接就是干到那个元首府去了 这个东西那是货真价实的 这你没法没法说 对吧 这你死多少人战损比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最后结果 人家逆推回去了 这跟咱这不一样 咱这呢说实话 咱这个是因为世界大势走在这了 然后呢抗日战争得了胜利了 这个胜利其实是有水分的 但是这我不是说 我们那会军民抗日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的国家国力就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你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能扛住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甭管你说你是用什么方式扛住的 那就是扛 扛住了就是意味着胜利 这个东西有时候这个话可以这么说的 这个又我爷爷那辈他们也是也是那个包括负面作战啊什么这些 他是黄埔啊 黄埔军校的吧 然后这个负面作战这些事件都都干过 那这些东西你可以说我们也是胜利了 但是呢 俄国人呢跟这不一样 人家是反推回去的 这个你确实是说他在这方面底气是比较足 每年的这个爱国主义啊 这个民族主义啊 这个节日呢 就是最隆重的就是这个了 昨天呢 最牛逼的是呢 普京普大爷 人家说了一句话 说通过这个对乌克兰的这特别军事群众 哎 这个先发制人的击退了侵略 你看 先发制人击退侵略 你这你侵略是一个是一个主动型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我先打了你 然后你我才我才能叫侵略 对不对 人家不是 人家说呢 你你反正你做出这个 你做出这样子来了 或者说我觉得你是侵略了 那我就先发制人打击你 但是我还得要侵略这帽子 夸你扣你脑袋上 怎么说呢 俄罗斯啊 真的是一个具备着优良的文学传统的国家呀 文学功底确实深厚 在我这种词汇让我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 当然他不是说就别开玩笑了 这个因为我对托斯坦 普索耶夫 他们这些人 我还抱一定尊重的啊 咱们不说这个 那这个这完事以后呢 我就特别想知道 哎呀 黄俄的这些女士们看着普京普代就排卵 现在这卵怎么排啊 还排吗 或者你排出来以后干嘛使啊 打个蛋挥当 这个这个当然了 是吧 废物里用吧 是不是 反正没啥用 那像这个这个这个您您现在还说这个俄罗斯如何如何你看着俄罗斯在这在这阅兵坦克哎 方阵捡了对不对 那个战机因为天气原因哎就没有没有起飞 您说您全天后作战的战机是吧 您就不是说让您在那上红场上空打仗去 您就是在那掩饰飞一下 您跟我说 他是这个呃 他因他因为天气原因他不能起飞 这你不是扯的吗 这他妈个人谁信呢 是哎好多按照那个呃马克时空的说法就是说 现在想看这个苏35之类的这种牛逼战机啊 你得去那个乌克兰田间地头 哎说不定咱能看着一两架 这还不错 哎所以呢 大概而言呢 可能啊 可能是真凑不出东西来了 钢铁洪流这件事呢 先进点坦克估计全派上派上前前方了 剩这几辆呢 真传出好几个方阵来 可能传不出来 呃 先进点战机估计也都部署出去了 这个可能别人说 你可能有人说 说这个东西 你怎么说他能够呃 难道这么大一国家世界军力第二 他他凑不出这点阅兵的东西吗 这有可能真凑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来讲 他本身的家底就那么多 那你要是说在这块 你要拉回一波的再过来演练 你前空前面的更空虚了 对吧 你前面的进攻力度又不足 甚至于保证自己的这个领域 他都别保证 别保证乌克兰这块职工权了 他他妈的好几回都被人家偷袭到自己家里去了 所以说你这你怎么弄 这个东西就是说 真的是捉襟见肘的军力 可以可见一斑 所以就是说我就劝那帮坐地排卵的黄鹅孝子们 孝女们你们就别排了 普大爷这没货 您排完也没啥大用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好玩的一事 另外一事也比较好玩 但是除了好玩之外 还有那么点心酸 为什么呢 是因为看了一个正能量新闻 这父母两个人呢 因为疫情就隔离在上海了 您也知道现在上海呀 您要想出上海 经常就跟那个越狱差不多 我看了好几个出上海记啊 这原来有那个出埃及记 咱叫出上海记 那个那个据过程之曲折啊 情节之惊险 几乎就相当于啊 就等于是 你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 那个二战的时候 从那个集中营逃往 你看过电影吗 史上红原来演过一个叫 胜利大头王 没看过 建议大家看看 挺有意思的 这些人逃 他被他被给捐在那之后呢 回不了家怎么办 家里剩下13岁的孩子 这13岁的孩子在这期间啊 就开始自己照顾自己 对吧 结果呢 人家说呀 这正能量怎么说呢 说的是 居然还胖了 是吧 其实像我们这个 吃胖了很正常 对不对 我多顿两顿红烧肉 我多吃两口米饭 我也就胖 更胖了 然后呢 说这个孩子啊 就胖了 而且把那个猫狗啊 都照顾得特别好 等父母一回去 满地垃圾 但是觉得自己呢 又骄傲心酸 这个就可以说 孩子早当家 这肯定大家觉得还不错 而且呢 13岁的孩子 还能照顾 还能照顾个小猫小狗呢 这个孩子呢 本身呢 确实素质也还挺好的 父母呢 平时呢 就是说在 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啊 还能够让孩子呢 这个给孩子点个外卖啥的 现在都软件也方便嘛 是吧 然后让孩子能吃 能吃饱饭 整体来讲呢 是一个特别温馨 而且搞笑的新闻 因为温馨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毕竟这个不是一个悲剧 他很多的人因为 就是 就是在这个防疫政策下呀 甚至是妻离子散的这种感觉 孩子在这儿 孩子没事 父母给抓走了 那两个分开了 这个在上海并不罕见 但是呢 这个呢 居然呢 他能够有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还难胖了吗 那 可笑是在哪 可笑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居然把这种玩意儿 作为一个正能量来宣传 为什么是这样啊 你看首先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13岁是未成年人 他需要有监护人在 在这边让他就是照管 就照管 照管 这是必须有的 那证明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所谓的这种防疫政策呀 什么这种毫无人性 那你让你宁可把这俩人给关在这边 让一个13岁的孩子独自生活 这本身是其实是违法的 可是呢 没有人觉得这违法 只能够是还能做成正能量的新闻 那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另外一件事是甭管怎么样 你包括 因为我们都是交税嘛 因为我们 咱们这么说吧 从源头说一起啊 就现代国家呀 他把每一个公民 包括你未成年都作为一个可以就是自己国家管理的 就是国家呢 是作为一个公共父亲存在的 就是说你照顾不了 那由国家要照顾 这个也是一直以来就是说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 这跟原本的那些就所谓的就是封建时代 就我们所谓的封建王朝的时代 那些什么呃什么飞田院呢 或者是这种收这些孩子呢 就是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叫一个公共父亲 现代国家公共父亲是一个国家自己必须所承担的责任 那像这样的情况一出现 那你像我回不来 对吧 那我呢 我就必须能够找到一个机构 让你去把这个孩子给照顾起来 那你交税干嘛使得 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方式 一个极客方面 你交了税了 你这国家应该承担你责任 而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 它出现的是什么呢 这孩子自己在家呆着 把自己喂胖了 当然你喂胖不是件坏事 可是你觉得你觉得这东西像正能量吗 就是说无论是在底层的这种防疫措施 呃整体的这种部署是一种毫无人性的方式 那其他的一些应该正常运转的这种社会机能 也基本是一个摆设 没有办法去让他们直接就是把这些这些孩子给照顾起来 就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整个被突破掉了 所以您就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这种正能量新闻 因为没有办法正能量啊 那我怎么才能正能量呢 就把这样的东西都给弄出来 当成正能量发 你就可以看到官方的宣传机构跟我们这些人就有一点正常思维 有一点受过现代教育人的教育的思维啊 是完全不一样了 你大概是大概相差的 这个真的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啊 确实有时候大于人和狗之间的差距 确实是如此 就从这种事情上来讲 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现在那后来人家就是也发现了说这事好像不对 对吧 把人生能量给这么宣传了肯定也是不对的 那你就会发现又犯错了 就是因为大家也不傻呀 我党其实其实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啊 我党做的最错的这件事啊 是让大家念书了 除了让袁隆平老先生呢 是让中国人吃吃的更饱了 吃太饱了之外呢 还是我党说呢 说让大家念书了 对吧 你念完书以后 你就没那么安稳了 你至少你虽然不论是多小粉红多多曲 对不对 但是呢 终究很多人有孩子的 他回头想起来说 我孩子13岁 然后自己在这自己照顾自己 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个他哪怕是长胖了 我通过各种模式 没让他出事 那我能开心得了吗 所以他照样也得翻车 所以说呀 让中国人吃太饱 以及呢 让这个中国人读了书 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 这是我党巨大的失误 必须要说巨大的失误 可是你也得这么想啊 如果这些人不吃饱了 不看不读读书 那个您也没那么多钱去卡制老百姓了 是不是 您都跟北朝解释了 那那您能能有钱吗 你只能是一家子有钱 或者是更少的人有钱 对吧 只有那么小圈子 那只能说 像你看南中国 是不是这么多那个有钱的阶层 那都跟着都有钱了 那只能是让大家读书吃饱 才能够有这种效果 对不对 所以这对我党而言 也是一个相当两难的问题 我党现在就是说 特别希望一件事 你们最好是读书 读书而不思考 对吧 这个你只要是说 你能够读完你的这种专业的 永远又红又专 就足够了 千千万万不要再延伸思考 像这种东西就是吗 你像这种玩意儿 你像我们这样的 多少取点法理的 只要一延伸思考 那这我党面目跨界 又暴露了 是吧 遮羞布 本来遮嘴上 遮脸上 一下又给撕下来了 你看最后一张遮羞布 撕下来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跟大家聊好玩的而已 好 谢谢诸位